今天EG个股推介是腾讯700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选原因是 腾讯今年游戏处备丰富 集团日前发布超过20款游戏 当中包括命运方舟等在内的7款手游 将会在今年夏天推出 年度吸金力作是三国题材游战地无疆 和大航海时代海上八主 其中战地无疆预计第三季上线 由于产品处备丰富 华安证券预料腾讯今年游戏收入增加9% 去到近1859亿人民币 除了重逢新游戏上线的利好因素 腾讯持续推进视频号商业法 最新贵报表明视频号直播大货交易 和相关技术服务费成为新收入来源 高盛预料视频号今年广告收入会达到110亿人民币 推动腾讯盈利加快增长三成 走势方面腾讯近日突破短期下降轨 走势又改善 但内地最新经济数据差过预期 人民币走约等影响大市 一线图所见 腾讯短期阻力在355元关 若果未能突破的话 后市预料在320去到355元区间波动 投资者可以等候330元附近吸纳 目标先看350元区 突破先看370元 别穿320元就减次的